另外在高雄市环保局最近正在清运一批被非法弃制的废履渣 运到大辽区的废弃物掩埋厂处置 结果却有不了解情况的清洁队员在厂区里面洒水 结果产生了氨气 导致附近居民眼泪直流还头痛并且呕吐 他们今天跑到掩埋厂门口阻挡卡车进场 但是高雄市环保局坚持这些是无害的事业废弃物 还是会继续清运作业 眼看载着废弩渣的大卡车 一车接着一车接连进场 高雄大辽掩埋厂附近的居民气得冲上前去 要司机下车 居民会这么生气是因为高雄市政府最近清运一批被非法弃制的废弩渣 打算进到大辽区废弃物掩埋厂处置 不过上周六半夜因为清洁人员处置不当 在非缕渣上洒水结果化学变化产生大量的氨气 臭卫薰的附近居民头痛呕吐 他们才惊觉原来环保局在没有告知当地民众的情形下 就把失业废弃物运到这里 不能够像潮流的第二件事件 如果要再叫小安专争会来抗议 居民强力反弹在说明会上炮身笼笼 不过环保局还是坚持费履家是性质稳定的事业废弃物 会继续进场掩埋 现在这个错误我们不会再犯了 我相信就是说费履家是属于一个无害的事业废弃物 我们还会继续进场 环保局表示费履家进场之后会覆盖泥土 再盖上防水布安全没有问题 也不会再发生安器外切的情况 不过居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 扬言将会继续抗议 记者中方孟昭全高雄报道